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批一个八字 他的问题是 这是孩子的八字 然后呢 孩子的八字偏硬多 就是削硬啊 削神啊 然后又空亡 他问说是不是很糟糕 因为他非常的担心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 这个小孩子今年2023年 十十六岁 七岁就起大运 所以现在走着的是 七岁的大运 要到17岁 才会换另外一个新的大运 然后他说就是 偏硬多 偏硬就是削硬 然后呢 有一句话呢 他叫做削神夺食 削神夺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 其实这个老实讲 老实讲 他只是 一个 书本上的知识 书本上的知识不代表也不反应真实的状况 因为你 因为你 只是 单理解 书本上的知识呢 是没有用的 实际拼命是没有用的 我们来实际 理解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字呢 他的本命呢 是 是乌土 两个克 任水 应克食伤 天干呢 就是应克食伤 但地支呢 就是 止水生饮木 生无火 两个 好 从这个本命八字 我们就非常理解到 当 天干地支同时都有食伤的时候 我们是以 地支的食伤 作为一个主要的判断依据 我们只能说这个人啊 他外表看起来好像 笨笨样 但是 他里面呢 内心里面其实呢 他是非常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这食伤他没有被克 要记到 外相呢 是 天干是外相 地支呢 才是真正你的实力 所以你的地支的食伤 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怕什么呢 你在担心什么东西呢 而且我们再看 十二个地支里面 直 丑 银 卯 臣 是 不 为 生 有 虚 害 这十二个字里面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纸水 没问题 丑土 有一点不好 荧木没问题 卯木 没问题 尘土 也是没有问题 是火 没问题 无火没问题 喂土 没有问题 生金 更好 生金生 纸水 生 饮木 生 是无火 更好 有金 也没有问题 虚土 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 纸水 生 木 木 生 火 火 生土 没有问题 然后 害水 饮害河 水 克火 也是没有问题 所以 在地支 十二个字当中 只有一个仇土 会克到他的这个食伤 或者是暂时令他的食伤 比较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 十二个地支 只有一个字 会令到这个食伤 只是比较不好 不是说 非常不好 只是完全暂时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 你又何必担心呢 根本都不存在有什么问题 这个孩子非常的聪明 非常的 非常的 聪明伶俐 你不需要去担心他什么事 好吗 所以 真的 我们批八字 我们要看全体 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看 就是因为你的天干 你的 硬销多 就是硬销多 时就不好 其实他不是这样看的 对八字 好吗 所以希望大家对八字有一个 啊 就是正确的心态和正确的理解吧 啊 这次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